有句老话叫虎毒不食子 意思是再贪婪的家长也是无私地爱着自己的孩子 甚至可以为了孩子活出自己的性命不要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配做一个父母 有些人只顾着自己享受美好的生活 完全不管子女有多么的辛苦 只想着压榨他们 比如这六位明星的爹妈堪比吸血鬼 他们把儿女当作赚钱工具 甚至不顾脸面地坑害自己的儿女 最终亲人反目成了娱乐圈的笑话 而那些人前是巨星人后是工具人的明星 也着实可怜 看上这样的吸血鬼父母 真是一个比一个惨 那么这些父母到底有多坏 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残忍 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呢 这里是一闲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吸血的六位明星父母 没有任何一棵大树是在一日之内长成的 人的品性更是如此 而郑爽之所以走到如今这般田地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家庭教育造成的 郑爽的母亲刘燕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明星梦 想出名 可她自己年轻的时候 未能实现这个梦想 于是她就把一切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 小时候在别的小孩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 郑爽却要为了母亲的梦想参加各种艺术班 而且只要她有任何的不情愿 就会引来母亲披头盖脸的责骂 在母亲的眼里 郑爽只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工具人 12岁时 她更是被父母独自送到四川学舞蹈 那么小的孩子就被迫离开家庭 独自面对陌生而又孤独的生活环境 这种孤独感是很多漂泊他乡的成年人都无法忍受的 更何况是一个孩子 再加上 郑爽当时还说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 因此当地的同学都喊他东北乡巴佬 甚至还会排挤他 这使得郑爽的性格开始变得自卑敏感 等到16岁时 刘燕更是不顾女儿的反对 带着郑爽去参加艺考 冲刺自己的明星梦 不过郑爽还算争气 顺利被北影录取 之后 郑爽一夜成名 也是完成了刘燕的明星梦 此后几年 郑爽名气越来越大 但脾气也越来越不好 参加节目突然失控 上综艺独来独往 闲暇时还怒怼粉丝 同时 特立独行的郑爽 还迎来一段又一段揪心的恋情 为了张翰整容 为了胡彦斌写书 为了张恒开公司 但最后都是两败俱伤 难以有好的结果 殊不知 从小时候开始 郑爽的性格就已经埋下了天雷 随时会有爆炸的那一天 而郑爽的父母却完全沉浸在出名的喜悦中 完全没注意到女儿的端倪 他们用女儿的名义大肆捞粉丝的钱 郑成华还曾在社交平台发起了收费问答 来回应女儿的恋情 在这对父母手里 郑爽成了赚钱和宣传名气的工具人 毫无半点关心 最终 郑爽被全网封杀 而究其原因 这样狠毒的郑爽和父母的教育息息相关 如果父母能在他小的时候 多给他一点关爱 不把他当成实现梦想的工具人 可能郑爽也不会把孩子 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商品 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不过比起蔡绍芬的母亲 郑爽的父母算是良善了不少 蔡绍芬在娱乐圈浮沉二十几年 在圈内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她和张静的幸福婚姻生活更是羡煞旁人 但蔡绍芬在前妻的经历也是十分坎坷 蔡绍芬一生下来 就要接受母亲是个赌徒的事实 五岁时就面临父母离婚 蔡绍芬十五岁时 母亲看着女儿交好的容貌 想到了一个偿还赌债的好主意 进军娱乐圈加棒富豪 于是年幼的蔡绍芬被母亲安排参加了超模大赛 淘汰了就再参加 最终在两年后苦尽甘来 蔡绍芬获得季军头衔 随后进军娱乐圈 刚有名气的蔡绍芬薪薪资自然不会太高 这在适度如命的母亲看来显然不太满意 于是17岁的蔡绍芬就被母亲卖给了富豪 刘鸾雄做情人 有了刘鸾雄的资助 蔡绍芬开始得到大量的资源 但她依旧身无分文 因为她的工资 积蓄 房产 全都帮母亲还了赌债 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八千万之多 但是 她的母亲却丝毫不知悔改 在外面的债越欠越多 蔡绍芬走投无路 哭着对外宣布 要与母亲断绝关系 并劝告大家再也别借钱给母亲 直到2003年 母亲戒赌后 母女俩才重修旧好 如今的蔡绍芬有了幸福的家庭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当年一首隐形的翅膀唱遍大街小巷 传唱度极高 但是 大家在知道了张绍涵的经历后 才发现 这首歌竟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1982年 张绍涵出生在台湾桃园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因为父亲生意的失败 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 父亲开始酗酒 而且喝醉后就会对家人动手 有一次 他甚至点燃了家里的煤气 打算拉着全家人一起陪葬 而张绍涵只觉得自责 觉得是自己没能力挣钱 才让父亲如此绝望 于是他开始疯狂地打零工 希望以此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好在 是金子总会发光 张绍涵因出色地唱功 被唱片公司看中 并发行了欧若拉 隐形的翅膀等筷智人口的歌曲 一时间风光无两 妈妈为了让张绍涵 没有后顾之忧地处理工作 她主动承担起了女儿助力的角色 陪着女儿奔波在各个表演场地 而张绍涵也十分信任母亲 她将所有的收入都交给母亲打理 不过一起走过最艰难生活的母女 却突然之间说翻脸就翻脸 就在张绍涵事业巅峰之际 张妈妈开始窥视女儿的千万财产 2008年张绍涵因患病前往国外治疗 她的母亲趁机转走了她所有的财产 并且还在张绍涵回台湾后 率先倒打一耙 称张绍涵要遗弃自己的父母 甚至还向媒体造谣 她吸食违禁品 私生活混乱 并拿出张绍涵的病例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励志女星被亲生母亲爆猛料 这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娱乐新闻 逼不得已的张绍涵公开做了尿检 例证自己的清白 但舆论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 张绍涵的事业因此一落千丈 沉寂了好多年之后 张绍涵凭借着歌手再度翻红 然而她的吸血父母又杀了出来 张绍涵的舅舅将李乐带着张绍涵坐轮椅的父亲 控诉张绍涵弃养父母 没有兑现每个月给父母各6万台币的生活费 以及各买一栋房的承诺 舅舅义愤填膺 要张绍涵下跪认错 还说即便自己死了 也会留遗书骂张绍涵混蛋 她甚至威胁说 要毁了她在大陆的事业 俗话说 糊涂不食子 但是这一家人 明摆着拿自己的孩子当摇钱树 实实在在地坑害自己的孩子 这几年 这几年随着《甄嬛传》《微微一笑很倾城》 《三十二利》等多部电视剧的热播 毛小彤成功走入了大众的视线 然而 放开毛小彤的家庭时 总会让人心疼不已 1988年 怀着毛小彤的妈妈大着肚子还在卖元宵 结果劳累过度导致早产 而重男轻女的爸爸得知妻子生的是女孩 看都没看一眼就从医院离开了 当毛小彤和妈妈出院后 喝得烂醉的爸爸还把她扔进了垃圾桶 两年后 毛小彤的爸爸跟妈妈离了婚 从此 毛爸爸对他们母女俩不闻不问 重男轻女的爸爸家境贫寒 单亲家庭 怎么看 毛小彤的前半生拿到的都是一手烂牌 但好在她还有妈妈无条件的爱 在妈妈的照顾和陪伴下 毛小彤出落的亭亭玉立 落落大方 可就在一家人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毛小彤的事业逐渐好转的时候 她的父亲突然跳了出来 指责毛小彤红了 却不管老父亲 简直是不孝 她还特意参加了一档节目 在里面大放厥词 说毛小彤不知感恩 毫无孝顺之类的话 最后她还恬不知耻地 要求毛小彤赔偿5000万 好在广大网友还是清醒的 纷纷指责这个男人脸皮厚 所幸毛小彤在这之中 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说起吴奇隆的出道时 也和父亲脱不了关系 在吴奇隆17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投资失利 欠下了2000多万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吴奇隆趁着暑假的时间 在大街上摆地摊 而歌手佟安格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 当时有公司正在招人 佟安格就劝说吴奇隆去试镜 一开始吴奇隆并不愿意 因为他从小的愿望 就是成为一名跆拳道高手 不料回到家后 却再次碰到了逼债的人 吴奇隆的坚持开始动摇 他打算去面试看看 就这样他一脚踏进了娱乐圈 和苏佑鹏、陈志鹏组成了小虎队 正式出道 小虎队解散后 为了还清父亲欠下的千万家庭债务 吴奇隆更是让经纪公司 每天扣出上课时间 以及四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其余时间都排满通告 他什么烂戏都去演 只要赚钱的工作就都去接 整整12年 吴奇隆都在替付还债 钱进来便出去 没一分存款 即使和刘诗诗结婚后 他也在承担家里五六个侄子 侄女的学费 还有父母的生活费 依旧在被家人吸血 说起梅艳芳 她是优秀的香港巨星 无论歌坛还是影视 都如鱼得水 一生获奖无数 但对于梅艳芳来说 最令她感到不幸的 应该是她坦德无厌的母亲 不管是不知名时期的梅艳芳 还是成为一代天后的梅艳芳 始终都在被家人吸血 梅艳芳的母亲 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成千上万众男轻女的人中 一个典型代表 她的母爱 仅限于对她的儿子们 而梅艳芳 只是母亲的赚钱工具而已 对于这个明星的女儿 母亲到底有没有真的疼爱过 很让人怀疑 要不然 不会让年仅四岁的梅艳芳 去登台表演 赚钱养家 也不会在她生命垂危时 只关心她的钱 即使如此 去世后的梅艳芳 也惦记着母亲 她让基金定时每月 给梅母七万的生活费 但梅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类型 多次和银行打官司 希望一次性拿到梅艳芳 全部的遗产 然后留给自己的败家儿子 梅启明 最气人的是 在多次诉讼失败之后 为了钱 梅母居然把梅艳芳的内衣内裤 拿出去拍卖换钱 真是让人心寒不已 母爱 父爱 本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字眼 却在人性的自私与贪婪面前腐烂成泥 对于贪上吸血鬼父母的明星 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